歡迎大家收看孫子市法內宣運起iMoney的主編 今天再跟大家說說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反覆覆 沒有明顯方向 早段升過百多點 不過其後又跌過 現在未收市做節目 到這刻大概3.25分左右 跌幾十點 跌幅不多 四十五十點左右 成交比較差 昨天七百多億 今天到這刻六百多億 六百五十億左右 看怕和昨天相差無幾 換言之都不夠八百億成交 股份方面都是沒有方向 即使同一個板塊股份都是有升有跌 例如科技股 科技股有些升 騰訊又升 信譽又升 昨天大跌 昨天升回頭 優泰又升 但與此同時 瑞星回軟 因為又比大行暢淡 股價今天跌得比較多 藍籌股來說 算是跌幅數一數二 拖個市場跌近100元的水平 走勢比較差 整體來說 沒有什麼明顯方向 其實整個形勢看 無論是廣闊至環球市場 都是不見得一個明顯的趨勢 你說淡又不是很淡 因為至少看外圍的情況 無論是匯市或股市 都不見得投資者想大手做來 先說匯市 匯市整天看重要的避險資產 避險貨幣 包括日圓、瑞士、法郎 其實走勢不見得是強的 好像日圓 日圓今天都是在低位掙扎 剛才進來看過報價 報價大概是1美元 對112日圓左右 換言之 繼續在低位掙扎 因為之前日圓說 跌穿了三角形底部 一直向下走 要看量度 跌幅目標是114 換言之以1112來說 還有些跌幅 換言之 弱勢還未擺脫 日圓剛才提到避險資產 避險資產支持大家 風險慰納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避險意識比較強 風險慰納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就會買入日圓 日圓升往往對資產 其他資產的價格 都不是好事 例如對股市通常都不是好事 日圓升 正正剛才提到 日圓繼續向量度跌幅目標走 換言之 環球市場的風險慰納 並未見得削弱 與此同時 股市也是一樣 昨晚美股再升 導致升五十多點 其他指數 比如標指、納指 其實都不見有問題 今天回到亞洲 亞洲都是升的絕大部分 港股算是少數下跌的股市 換言之 環球股市 都沒有見到明顯的訊號 市場會掉頭向下 當然 你說大升的動力 也未見到浮現 總之 一半半 差就不是差 好又不是好 維持近排的情勢 這就是看回整個不同資產價格走勢 判斷出來的形勢 看回基本面 當然要看回昨天 聯署局新主席 當然已經伸了好幾個月 就是鮑威爾的作證 半年一度 在國會作證 昨晚說話和大致 大家預期差不多 今年對經濟看好 通脹的目標是這樣的 大致向目標進發 至於加息的力度和速度 都是從之前的會議 即意識會議出來的結果 大致吻合 現在聽完說 大家都相信 今年會總共加四次 之前加兩次 加四次之後再加兩次 大概是三個月一次 一季一加息 九月加完 可能十二月又加 維持這個看法 這個八位月出來的言論 大家感覺到就是這樣的情況 加上對於貿易戰的情況 他也有提到 但不是很憂慮 之前提過有關的事情 都是表示關注 例如特別是 他也說 之前在不同場合說過的事情 都說過一次 他也注意到 有些美國企業 就著貿易戰的憂慮 就可能延遲投資計劃 之前也說過延遲招聘員工的計劃 換而知 他注意到貿易戰的情況 都知道有些企業 可能因著貿易戰的憂慮 而有所延後他們的投資計劃 以至招聘計劃 但是並未因而 因為擔心內戰 衝擊經濟 以至 影響他們的聯儲局加息 或者貨幣正常化的進程 並未因而影響 所以總而言 整個大形勢並未有大轉變 反映到加息預期的美匯之數 都繼續上升落落 最新到95點多 跟之前 更近來說當然升了一些 但仍未突破近期的一個區間走勢 區間就是95.5 在上面 下面就是93度 在這兩點多之間上升落落 暫時未出現走勢的突破 換言之未有新的方向 總而言 整個環球的情況 沒有什麼明顯的訊號 給予大救 這就是這樣的情況 反之 不過中港的形勢 相對環球來說 就差一點 因為這陣子外面 就去吹中國的淡風 吹得比較厲害 你看回外媒的報導 其實每天都有這些報導 是從不同角度 去暢淡中國的最新情況 比如昨天出的GDP數 之後大家就覺得中國經濟放緩 最近出了 昨天就說中國經濟不太行 放緩即將 明顯 我們說的數字 其實照看又不是差很遠 因為剛剛出的數字 上半年增長6.8% 經濟增長GDP 去年同期6.9% 就差很少 6.8%也是和大家的預期差不多 至於第二季的GDP是6.8% 由之前6.8%到6.7% 亦放緩了少許 總的來說放緩少許 都是大家預期之內 但是外媒的說法非常重視 覺得很不適當 加上人民幣匯價 最近都一直向一年的低位進發 今天見過低位多少呢 就是1美元對6.71%多些人民幣 現在也是一年的低位 押著一年的低位向下走 換言之 人民幣的匯價 就是差的 走勢 也是偏弱的 加上 但是股市 即是匯市不多 店檔的同事 股市的走勢 也是令大家特別淡有 有些口實 今天上證曾經升過 曾經升過的時候 港股成勢反彈 因為高位見過2818 但是呢 跟著調頭向下 上證條數又跌回頭 最後收市跌10點左右 2787 因著由高位回轉 回下來的下 行新指數是由升轉跌 幸好後來是回穩 當然現在最新指數還未查到 因為早上折磨 但是 跌回下去 幸好可以回穩 跌幅不至於擴大 總的來說 上證指數是走勢 都是弱的 上證指數弱 大家有很多話說 總的來說 大家 剛才說了 人民幣和股市走勢 弱的情況 至於為什麼這麼弱呢 一般解釋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 貿易戰的憂慮 貿易戰的憂慮 大家擔心 人民幣會繼續向下走 第一個 特別是特朗普 剛剛又再發動 最近發動 再加賣2千億